很凶 特别凶的一个人吗 是啊 啊 博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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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我的意大利邻居躲哥在干什么 看到没聚焦一下 那个地上放的小酒瓶子 躲哥来了 躲哥来了 他一边种菜苗一边去喝小啤酒 他跟我老婆在聊天呢 因为他有一只小狗 大家看到没 那只小鸡娃娃是他们中国品种的狗 这非常符合躲哥的气质 看到没 一个小啤酒加上一只小狗 加上躲哥的小菜苗 非常的可爱 看三美在那呢 他刚跑完步回来 带着我家史朋克 三美 刚跑完步回来了 你跟躲哥聊天呢 聊这个史朋克和躲哥的小Loki 你拿着啥 我给躲哥一瓶酒 看躲哥种的这个 我刚才问他 都是小茴香 就那个茴香头子 我在超市里看那个原色的 躲哥拿着我送他的这个小起泡酒回家了 回到他这个小工具房子里面 他特别可爱 大家好上时间一直关注躲哥 但是不知道躲哥在忙什么 因为夏天很长时间我在海边啊 看他种这个小辣椒 意大利的这个天气啊 现在已经是9月9月底了 马上10月份了 他这个地中海的气候适合常年种菜 所以躲哥跟我说了 他家这个菜从来就没买过 全都自己种的 现在种这个回香头的 不是这个小啤酒也太突然了 躲哥夏天光个大榜子 因为大家知道录视频不能录那些不雅的画面 夏天躲哥就是一个大裤衩子上面光网着 然后在门口站着喝小啤酒 今天弄菜种菜也弄小啤酒 这旁边是小辣椒 就是他这个小辣椒是用来做啥的 做意大利辣椒油的 以前我在视频里教过大家 啊看到没 这也是朝天椒咱们叫 大家从这个养狗的气质 就可以看出人的这种气质啊 躲哥是那种比较可爱型的 你说养那个小玩意儿 这么点 看我家的死朋克这么大 这小鸡娃特别可爱 啊 看你呢 哈哈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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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咪啊 他躲哥送我一瓶他自己家酿的红酒 我去 啊 太可爱了我先把它放回家 躲哥送了我一瓶啊 我又送他另外一瓶 看那个小渠道啊 躲哥又拿了酒精的里面去了 躲哥问我在中国已经没有这个 肉丝马利诺 快刷肉丝马利诺 你去那 呢 你去那 你去那里 我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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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诶 诶 这个是迷迭香 咱们叫的 我家这个太多了 这是一大朵 然后这也一大朵 这晚上吃的时候就拿几个炖鱼啊 炖野猪肉啊 都特别香 在意大利这晚上挺重要的 我刚才啊 看我媳妇和朵儿在聊天 我好长时间回来了 一直在家里憋着 也没看到朵哥 然后看他在窗户上面 在那种菜 然后种菜喝着小啤酒 带着一只小吉娃 就把我给热口呛 老婆 我媳妇在那 我看 我拿着朵哥的送我的小红酒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朵哥那个菜啊 一年四季 他从来不买 最多可能就买点猪肉 因为这边会牛肉啥的 他不养猪也不养牛 但兔子肉啊 和鸡肉 他都自己养的 那旁边全是 那夏天一人 还好我们夏天都不在家 那个院子里 我这边院子里全是那奇怪的味道 像这种红酒啊 他从来也不去买那个超市的红酒 因为他这种特别怎么说呢 就是年龄比较大的 一般这种思想就特别传统 所以呢 就是感觉自己能做的东西 他就不出去买 这红酒每年 他一样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直播的时候说过 这边意大利人呢 都是夏天的时候就买一块地 那不是说把那地买下来啊 就是买那块地种的葡萄 比如说花个一千欧元 就买那么多葡萄 然后回家自己酿那红酒 这个红酒 他每年酿好多都会给我 刚才呢 我是看着他开心了 好上这些老邻居没看到了 我这个红酒也比较多 我比较好喝酒 然后也经常给大家推荐红酒 所以呢我这个家里边的红酒就一大堆 我就送他了一瓶 送一瓶 然后他赶紧就送我回归一瓶 谁说这个外国人不懂得礼商往来 你看这朵哥怎么礼商往来 然后送我呢 我觉得哎呦我就特别开心 我再送他一瓶 我送的这酒 还都可以 应该价值远远超过了这个 但是这里边 提到这个意大利自己家酿啊 农村家里自己酿的红酒啊 其实在意大利来讲的话 不鼓励啊老百姓去喝自己酿的红酒 因为红酒酿造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标准的把控啊 他就把控不好 毕竟他不像这个酒庄酿酒 他一切都是按照这个意大利国家的标准来的 所以老百姓自己家 像咱们平时艳闲菜啊什么也好 包括我前一段时间看 咱们国内有个别的朋友 自己尝试酿制红酒 然后自己喝了就出问题了 其实在意大利以前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啊 不好意思西洋进来了 所以呢就是意大利其实不鼓励老百姓 去自己酿造红酒喝 除非有那种特别常的家族史的啊 德莱说太多了 大家看我的脸是不是能看出一脸红晕晕的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到意大利以后 比较喜欢喝咖啡喝红酒 这个东西学的特别快啊 所以每天在午饭过后 中午时候一般不喝 就晚饭过后 现在已经是夕阳落起来了 晚饭我吃的比较早 意大利人吃的是9点多 但是我自己要吃中餐的话 我会在6点左右吃 现在已经是这个时间了 所以吃的时候我会配一点红酒 然后现在有点晕晕的 刚才我喝的红酒给大家看一下 朵哥送我的是这一瓶 对吧 这个瓶子大家不用管这包装 那包装是他们买这个橄榄油 这应该是 对这个 不是这个是个别的这个酒的瓶子啊 然后他弄完自己酿好了装子里面 然后再给大家看 有时候我还会旁边另外的邻居 也会给我这个自己家酿的红酒啊 我今天喝的就是这样的 因为家里太多了 这个东西也不能去给他浪费掉 所以我也喝 你看这个也是意大利人自己家酿的红酒 但是这种红酒呢 我就是平时啊 邻居送我啊 我会喝一喝 但是邻居送我的喝完了呢 这种东西我不会去要啊 因为我家里经常会有这种邻居送的 但是喝完之后呢 我一般会喝给大家推荐的酒 我也自己会去买酒喝去 所以大家知道 我为什么有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红酒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到这以后意大利 说实话语言对我来讲 学起来非常痛苦非常难啊 学语言学意大利语 我经历了现在已经五年多的时间了 挣了八九去学 大概学了有一年多 但后来就在生活中慢慢学 但红酒和咖啡这玩意儿 那不用你学时间长 你跟这待个半年 就不是特意去学他 慢慢的你也形成习惯了 现在咖啡我一天喝太多杯了 这咖啡喝多了 跟喝茶呀 喝酒其实都一样 都有醉人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红酒现在基本上已经 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无法自拔了 因为 意大利本地人啊 尤其在农村里边 几乎晚上的时候 红酒 倒不是说酗酒 跟酗酒没关系 顿顿少不了红酒 你包括我家人 忘了吹风机 听不到老婆 我去你这个是什么发型的 我这回过头 跟躲哥聊个天的功夫 你就把这个 哎呀你非常心感呀 把头发就给洗了哈 刚才躲哥送了我一瓶红酒 他自己酿了 挺好啊 挺好啊 我媳妇之前跟我讲过 视频前面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躲哥以前小的时候 我媳妇小的时候 对对你们是不是特别不友好 很凶啊 特别凶的一个人吧 是啊 但是我认识的躲哥 从我搬到这边来认识他以后呢 我俩都是礼仓往来 他主动会送我一些菜 我主动也会给他一些东西 然后说话都特别特别的 特别的友好 特别的友好 就我一看到躲哥 每一次就特别想笑 这是为什么 就确认过眼神那种感觉 尤其看他养那个鸡娃娃 你觉得他怎么样老婆现在 现在挺友好的 我也喜欢他 好邻居 好邻居 他刚才问我的 他说他觉得 是可能是因为上上次那个事 那个事我就不在视频里说了 他可能他问我一句话刚才 没给大家录 问我 他说你觉得在这的邻居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我们有一件事 但是我不说 这个事就当小秘密 但是他问我的这么一句话 我就说比较好 大家可以彩测一下 行了老婆 就是我感觉我跟躲哥 现在已经基本上交成朋友了 算是 算是吧 他老送我菜 送我酒 就交换酒的朋友 交换酒的朋友 而且夏天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他夏天是光着膀子的 是不是 对 其实在西方光膀子很不礼貌 但是他光着膀子 这个是在村里 就一大口茶 行了 老婆你别喝我那个酒 那酒我自己喝 好吧 你喝瓶庄呢 村里酿的酒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意大利其实不鼓励这个老百姓喝那个自己酿的红酒 自己酿的没有 检测 检测 控制不了一些因素 不一定是更好的 行了 大家看我的脸 夕阳照起来现在更红了 我现在去歇一会儿 那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到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朵哥 大家都会朵哥好奇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对意大利的邻居 这种老年人的生活 可以写在留言区里边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你不说两句直接拜 你看着急吹头发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